各位小朋友,跟标书一起读《试说新语》,学文言文 今天标书给大家讲言语篇的最后一篇 未赢者未忘怀 这个故事就是讲谢灵允被人嘲笑 不忘富贵他巧妙反击的故事 先跟标书逐字逐句解释原文 谢灵允好带屈炳丽 谢灵允东晋时候的谢家后世出现的有名的山水诗人 不想当官,只想到处游山玩水 寄情与山水之间 他喜欢带屈炳丽 这个屈炳丽是一种斗笠 这个斗笠有一个小坝 这个坝垂在自己的耳边 是个弯弯的一个坝 非常时髦 这个屈炳丽啊 非常像这个皇帝啊 这个帝王出行的那个躯盖 那这个帝王出行啊 一般啊 让很多人啊 就是抬了一个大伞 像伞一样的东西 遮风避雨 遮太阳都可以 这个屈炳丽啊 这个造型啊 就跟这个躯盖差不多 孔颖氏未曰 就是他们孔家啊 有一个后世之人叫孔纯之 在上榆山隐居 当时啊 就对谢灵运说 哎呀 老谢呀 清欲西新高远 就是啊 您啊 总是呀 自我标榜 哎 说自己啊 非常 志趣远大 德行高尚 不想当官啊 寄情与山水之间 何不能 以躯盖之帽 那你呀 为什么不能够遗忘 哎 您戴这个帽子啊 就像 人家当官的人啊 出行用的那种 大伞一样呢 就是笑话他说 哎呀 您嘴上说不当官 其实啊 心里啊 一直啊 就像当官 谢 回答说 哎 将不畏隐者 未能忘怀 将不啊 就是恐怕的意思 就是恐怕呀 畏隐者 就是害怕自己影子的人 才呀 久久 不能忘怀 就是说啥呀 哎 恐怕呀 像你这样的 害怕自己影子的人啊 才对我 戴这个帽子 这个造型啊 久久不能忘怀 就我自己啊 根本就没有这样想 你硬往这里去 学某 那是你的问题啊 你才是啊 不能忘怀于富贵 这个未隐者 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就庄子里啊 有一个预言 就一个人啊 害怕自己的影子 想甩开他就拼命逃跑 可是这个影子怎么能甩掉呢 所以啊 影子始终跟着他 结果呀 最后跑得累死了 气绝身亡 然后跟标书完整的解释原文 这个谢灵韵啊 山水诗人 他喜欢啊 带一个斗笠 这个斗笠啊 有一个弯弯的坝 就像啊 当时的大官出行的时候 用的那种躯盖 就是那种遮风避雨 遮太阳的 这种大伞 象征着权力的这种大伞 当时啊 在上榆山隐居的 这个孔家的后代孔存之 就对他说 哎呀 老谢呀 你总是啊 说自己啊 志行高远 激情与山水之间 不想当官 那么 你为什么 总是戴着一个 像躯盖一样的 哎 像人家当官的 用的这种造型的斗笠呢 谢灵韵回答说 恐怕呀 害怕自己影子的人 才对我戴这种帽子 久久不能忘怀 我自己啊 都不惦记这个事情 你老是惦记着 我戴这种帽子 你才是 不能忘怀于富贵的人 到这里啊 哎 我们是说心语的言语篇 已经全部讲完 这个言语篇啊 就是描写当时的世人 之间啊 说话 非常巧妙 非常俏皮 非常聪明的 这一些 记载的小故事 小朋友们 学了以后呀 哎 就知道 古人是怎么 调书包的 最后跟标书 完整的 朗诵原文 谢灵韵 浩带 屈秉丽 孔颖氏 未曰 清 欲 西星 高远 何不能 以 屈盖 之貌 谢 达 约 将不 未赢者 未能忘怀 每天 每天跟标书 学一个小故事 学文言文 学古文的翻译 读懂 天下之书 谢谢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